在2014年底开馆的安刚集团博物馆里 已是茂蝶之年的孟静真老人思绪万千 在偌大的展厅里 在上万件展出文物中 他的目光落在了一个不起眼的旧饭和尚 那是他父亲 新中国第一代劳动模范 孟静真老人 使用了几十年的老物件 有一次冬天老父亲中午休息吃饭 这时候正好日本监工的看着 也看他也是吃的高热米饭 现在到那瞅一瞅 朱迪一样醒了一桶大笔定 药物养威就走了 1898年生于河北风水 一户贫苦农民家庭的孟太 19岁便只身一人闯关东 1926年他辗转来到安山 成为了由日本人开办的安山制铁锁里的一名高炉配管工 在那段暗无天日的日子里 在家 有一次家里没粮 躺在那个床已经起不来了 解放以后了 正有了共产党 把咱们全家都救了 没有党 咱们就没有今天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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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